今天来盘点一下凡人的村民里面有多少铁傀儡 第一,普通铁傀儡 伤害不是很高跟游戏中一样 毕竟是第一代铁傀儡 第二,附魔铁傀儡 是介面中最强之一的铁傀儡 身上的水性也没有保护力 第三,不知道这是啥就连好方块都可以做成傀儡 攻击运势不行 单独的时候两只僵士都打得过 第四,没错又是黑钥匙傀儡 上期成品的时候转播把片打得老惨了 第五,有没有人给我科普一下这个铁傀儡叫什么名字 下期还有不要剧透